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产业大小事 半导体产业大概最新最夯的话题 大概除了台积电之外 就是环球金的这个Bingo案了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厉害 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对这个案子都不陌生了 那简单来说就是矽晶圆产业市占率第三并第四 准备要坐二望一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事件的背后 到底还有什么秘新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大家都还没有看到的事情咧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MoneyDJ产业记者万万 哈喽大家好我是万万 我们这次第几次合作 就是大家会觉得都是我们两个人 对我常常画身为不同的角色 那这次要来讲细晶圆半导体这个部分 你老实说你这次的并购案有让你很意外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意外 因为环球金跟中美金这个集团 他们就是一路上以并购作为成长的动力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相信产业上的记者应该也不会很意外啦 因为以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是从环球金还是在中美金里面的一个半导体的业务部门 就开始跑这家公司嘛 所以就是从以前中美金的这个时代 他们就一直开始往外做并购扩张的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环球金他的母公司是中美金 那他们这个集团就是非常的有并购的血统 那以前的董事长是卢明光董事长 相信就在产业投资圈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卢明光董事长 他就是号称是台湾的并购大王 那他在正式跨入到并购半导体气筋源这个领域的时候呢 他已经在前前后后在台湾已经并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家公司了 那一直到环球金时代呢 那当然也是承接他们一直有这个并购的血统这样子 所以一直到他们一路上并了第四家第五家公司这样子 一直到今年宣布并购德国Celtronic 然后让这个环球金即将要推上全球第二大这个半导体气筋源的地位 而且我觉得他整个并购过程因为实在有太多know how了 我觉得这些know how都是可以累积的 所以就是譬如说你在一次又一次的并购当中 然后你就会累积了很多的就是并购的经验 对然后一些细节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并购案会成功 我觉得跟他过去累积的经验 然后因为在前前后后啊 譬如说在价格的讨论啊 或者是到之后整合 就是双方的整合也都是要有很多的技巧跟mega嘛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既定的流程 然后也会有一些既定的 怎么说应该说是成功的方程式 那譬如说两家公司要从并购开始嘛 就可能从刚开始接洽 然后到实地查核 到价值评估 然后到中期买卖双方就开始溢价啦 然后之后完成收购 那收购之后两家公司本来的企业文化跟血统就不一样嘛 那一直到后续 还有两家公司的整合 然后就可能就是会牵涉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know how 那从中美金到环球金这个时代呢 那他可能就是从每一次的并购之中 他就有一些累积了不同的知识跟基础 然后在下一次的并购案之中 他可能就会把上一次并购案的一些成功经验再复制 或者是上一次的一些比较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下一次再来做一些调整 所以就是让那个环球金可以带来 就是奠定好这个并购案 每一次都成功的一些关键这样子 那你自己真的有去看过那种矽晶圆厂区吗 因为我刚刚也在想说这种厂区的概念 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些传产 我想说传产的那种生产的工厂就是那种黑黑暗暗啊 有点脏脏然后地板有点油油那种感觉 到底是什么工厂 所以这种工厂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半导体矽晶圆这种工厂 它里面的那种陈设 就是让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其实我自己 像我自己是台湾的环球金的厂房 我有去看过 那它海外的厂房我有去看过 其实我觉得矽晶圆的厂房里面 看起来都还算蛮明亮的 但是可能还不到说 真的那个半导体需要用到什么无城市啊 但是也不会说到真的好像就是 黑黑脏脏会让你感觉不舒服 我觉得感觉上都还算蛮明亮 然后还就是不会说会让你感觉很阿扎的感觉 那我自己也可以算是 就是跟着中美金环球金的并购的脚步 算是那个跟着他们那个绕着地球跑的产业记者之一 非常的幸运 就是线上还有在跑戏经约 而且都看过这些厂的记者 现在近村近村 这样子又要就是 不免透露 当然好烦喔 这样子又要就是讲到说 有关于到底有多资深这件事 到底有多资深 好啦那就是大家可以想想吧 反正就是没有 我只能说我出道的照 出道的照 也看了场也比较多 对 那有没有什么场你觉得看过 觉得哇这个场也太美 或这个管理也太好了吧 对我自己 我真的这样回想起来 我发现说我小小透露一下好了 环球金目前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场 我自己本人呢我就看过了 他除了他台湾的场之外 然后美国的磊金场 然后中国的中城场 然后意大利场 日本场 哇所以就是几乎 前前后后绕了地球跑了一圈 对对所以几乎啊怎么办 还有丹麦的场还没看过 丹麦 更远了 对所以说我真的也算是跟着他们 就是绕着地球跑的记者之一 跑了一圈 对 那你觉得这场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 那我就讲说我第一个跟着他们出去看的 就是一个远在美国德州的磊金场 哦这是他第一个Bingo的那个吗 对那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个产业之间也 大家那个业界有发出很多的质疑嘛 就会觉得说 就是怎么那个 一个台湾的企业怎么会去并购一个美国的企业啊 到时候要怎么样整合啊 然后美国的那个人力成本有多贵啊 费用有多高 薪水有多高什么之类的 那我自己是记得那时候那个 卢明光董事长 就是以前中美金跟环球金的董事长 卢明光董事长讲了一句话 我还蛮印象蛮深刻的 他就说这个美国的累金厂Globe Tech 他一共是有两座厂房 是一个扇形的构造 那他的厂房非常的漂亮 那从他来看呢 他就说他感觉他看到这个厂的时候 他感觉好像是用Benz去开Taxi 你知道那种感觉 他好像就觉得说 这么好的一个厂 可是感觉效率没有用到极限 就感觉有点 有点可惜吗 对他就觉得他自己来看 就觉得有点可惜 而且他还有他除了他的硬体设备很好之外 他还有一流的客户 他的大客户是TI得一 都周一期 对所以就觉得说 他是一个 其实他的条件是很好的一个公司 可是他每年都有 他那时候Globe Tech这家公司 每年都有个数百万美元的亏损 有一点可惜 所以中美金的强项呢 他就是可以利用两边的优势跟互补性 譬如说台湾人有很强的工作上的效率 或者是成本控制上的强项 那这个美国的累金厂 他也有很好的客户群 相对亚洲的公司 就可能我们刚刚提到的 可能亚洲公司要去打美国的客户群 可能会有点隔阂 但是他如果他透过他并购了一个美国的公司 并且保留住那边的营运团队的话 其实他可以继续再承接这样子美国的客户群 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说的话 他这个两边就可以来互补 互补有那种被并购的厂商会有一种抵抗感 或者是说 我真的好不想要被亚洲厂商并购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在未来营运上 我可以从亏损然后变成开始赚钱 这心理上面有个突破的程度在吗 那这种像环球金或中美金 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对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象嘛 如果今天你待在一个公司 那如果别人要来并购 你发现说 有其他的国家的厂商会来并购你 那你当然会想说 我以后位置还保得住吗 对或者是对方是来者是善意的吗 一定会有点紧张 或者是不安不安 对就是没有那么有安全感 那我自己去看过他们 譬如说他们的这么多座厂房 有时候出来就是跟我们接触的人 也都是当地的厂长 对就譬如说 美国的厂长或日本的厂长或是意大利的厂长 那我觉得呢 以我自己的观察 中美金环球军过去的并购历史 很多人都会问他们说人员的整合 那我觉得在初期而言 人员的精简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放在他们的首要目的 他们绝对不是那种 我去take了你这家公司之后 就会开始大裁员啊 或是开始想说 哪些人我不需要这样子 反而他们都是 就是相反过来 他们都是会先让员工都先安心 他们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好像亚洲企业来并购你们之后 一定会很挤压他们啊 或是会对他们有这个 什么样工作上的压力 有的时候呢 甚至会寄出一些很不错的一些 激励奖金或是方案 让他们在效率上有更好的提升跟突破 那我自己是记得说 那个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环球金是在并购 日本的矽金元大厂 Covalent 那这个时候呢 卢明光董事长他提出的改造计划 他并不是说他拿下了这家公司之后 就开始对组织有什么大幅的变动 反而是 他提出的改造计划呢 就是说他觉得 营运单位还是由当地的 原本的团队来主导 他会保留这个日本企业的营运架构 然后而是让他们跟中美金结合成一个团队 那整合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譬如说采购啊 或是行销啊 或是客户服务这个部分 他就可以有些cost down 譬如说他们联合采购嘛 然后让有些部分的成本可以降下来 那以过去他们的并购脉络来看的话 先经典的都譬如说材料的成本啊 或是制造费用 就是让生产比较有效率 那等到公司赚钱之后呢 员工也会比较有信心 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赚钱的 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就是譬如说 一个外来的公司来 来并购我们之后 然后在蛮短的时间内 那大家都先把向心力先做起来 然后把朝着同样一个目标前进了之后呢 然后 接下来就可能马上的 如果公司赚钱了之后 员工也会更有信心 那对有 然后就会 就等于说 大家向心利用一致之后 就会可以造成一个正面的循环 所以不管是他在并购之前 或之后 他这种事前的准备也好 或是到后面 他们要做人员上的整合 然后让整个生产效率提升 然后甚至让这个 原本这个被并购的厂区 开始赚钱这件事情 那其实这种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之上 刚刚讲到一个日本的厂区嘛 这种文化上面一定会有一些差异啊 因为像是我自己的那个厂商 像超重 他也是被日本厂商 就是整个被 就是成为一个母公司的概念 所以那种 我接下来讲一个 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他就说 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 每一支笔都有他们的夹 也就是说我红色的白板笔 要放在红色的这个格子里面 白板叉要放在某一个板叉里面 就是那种日本跟台湾之类的文化 一定会有一些适应上的障碍 我们可以理解说 哦那生产效率会提升 或者是说 一定工作上面会有点效率 或者说更有管理上面的效益在 但是这种文化上面的差异 真的是这种并购 或者是说 这种磨合 应该还是有一些 新的小故事在 因为我觉得 像我自己 你说先不要论那个 矽金元跟这个 矽金元这个并购案来讲的话 我自己跑的厂商 只要跟日本的厂商有 扯上瓜哥 合作 或者是 对方是客户 只要是跟日本厂商有 有有有关系的一些案子 我都会觉得 哇那这个时间一定会拖很久 因为日本人实在是 太谨慎了 就是职人 职人的精神 对对 就他们什么事情都是 他们真的是 就是好的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追求完美 没错 对对 所以就是 然后有的时候 好像又很难那个 调整他们这个弹性 所以 对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他们一方面 可是如果把他们的这个 这个精神放在研发上的话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 他们一定在技术上 可以跑得很前面 没错 可是如果真的需要一些 很弹性跟效率的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就是 我 叫台湾人是不是就很追求效率 对 特别是工作 没错 然后有时候 譬如说跟日本人的 那个case的往来啊 可能来来回回都要 恩赐 恩赐 因为他们就是 神圣 对 然后他们就是 什么事情都要 都要用到尽善尽美 那我自己印象中 如果说就环球星 这个case来讲的话 我自己有一个印象中 就是我跟着他们 去日本采访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已经是采访了 一整个早上 然后当地的厂 就是厂长 跟我们介绍说 这个日本的 他们这个戏剧人公司 过去的发展是怎么样 然后未来的一些 呃呃展望 或者怎么样 那我记得我们已经采访了 一个早上了 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同业 就是我们记者的同业 可能他就是很想 简单的了解一下说 诶那这个 呃地震来的时候 那矽精人场怎么办啊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对策啊 或者是防震的标准 我觉得可能就是 一个呃 就日北是场地震 毕竟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很 很随性的一个问题 小聊天 对小聊天 或者是记者可能只是想说 需要一个简单的回答 这样子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大概 一个方向 对对 大概有个方向就好了这样子 然后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是那个厂长他就一直 因为我们就想说 就一直失礼麻誓 失礼麻誓嘛 就一直说等一下等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就一直说 我们等等回你等等回你 然后我想说 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 我那时候心里一直想说 诶不是 就是回应一下啊 就是简单 对然后他就一直hold住 他就说我们等等回等等回 然后就我没想到 那种日本人严谨的个性再度的发挥 然后就没想到 他们在中午午餐的时候 好像就私下了 他们就自己高阶主管 开了一个小meeting 然后 小meeting针对地震这件事情 对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 就突然伸出了 大概有十张简报档 然后就是感 他们感觉就是 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又伸出了十张简报档 然后在下午会议的时候 然后那个厂长就说 哦针对早上 那个记者朋友的 这个关于地震的这个问题呢 哦好用心哦其实 对就当下会觉得非常的用心 然后就 然后就 他们好像大概又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然后专门回复这个地震的问题 譬如说他们的厂房的建筑结构是怎么样啊 然后他们地震来的SOP是怎么样 就交代的很清楚 真的是提供一个很棒的采访素材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敬佩 就觉得说 日本人的工作真的很谨慎啊 真的很细腻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真的是太佩服了 可是有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如果有就是 因为正在我们工作的角度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有时候是一个 呃 你就先回复 然后再补充 对对对对 就类似这样小细节 然后 可是他们就是很focus在每个小细节上面 那可能你看前前后后他们可能又要 有议题 对要议题 然后又要 做简包 对对又要可能要找了一些其他的人 然后来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对 然后我想说 那可能有时候公司有很多 呃问题是需要 呃这个要赶快做 赶快做的时候 对 就可能会不会卡关 那后来呢 我们就可能就针对这件事情 会跟环球经这边来做交流的时候 可能也会聊天 就聊到说 哇 日本人真的很谨慎 什么之类的 对 他们真的什么事情都 就是 放在心里 对 然后都是要做到尽善尽美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跟他们 就是交流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提到说 诶真的诶 文化上的差异就是这样子 那可能大家就本来在整合的过程中 大家就会慢慢的磨合啦 然后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脚步 那有的时候 环球经这边也会跟他们讲说 诶 就是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要 从头到尾都要做的 就是每一步都要很仔细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就是可能针对 问题可以快速的先有一个方案 对 然后他们感觉就是两边 好像也有在做一些整合跟交流 然后让整个 有时候在工作流程上面可以加速 那这样子就可以在调整的步伐中 让整个集团有可以发挥到一个 更好的营运成效这样子 所以其实也是双方的文化之间的学习 就是说 现在环球经的那个领导人 徐秀兰他本身也是这种非常具有猎豹性格的人吗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 我觉得就我们在跟他的接触而言 就完全不觉得他是很强势 我觉得很多人对女性领导人 是不是会觉得说可能是很强势啊 或是很工作狂的感觉 就类似 他应该是摩羯座的我觉得 你说工作狂这件事吗 他什么星座的我不知道 下次闻闻他看好了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 因为他现在就是等于说 因为那个罗民光董事长 他目前几乎是退休嘛 然后现在台面上 周美金跟环球经 就是台面上的人物 就是都是以徐秀兰为主 那我们大家都叫他Doris Doris 我也是这次才知道原来叫Doris 对对对 大家其实都直接 大家都直接叫他Doris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他目前算是女性领导人当中 是一个就是非常nice 非常有亲和力的人 那我自己我觉得 不管是我们记者同业 或是法人 或是甚至是wafer厂同业 我真的很少听到有人 就是讲到Doris 会对他是有什么 就是负面的评价 所以我常常都会说 他真的可以说是 林妇品女神 在业体 原来是西京元 是林依晨吗 是林依晨 西京元产生的林依晨其实 对 因为我觉得 我有时候跟法人互动啊 就是他们会讲说 可能跟Doris有聊啊 什么什么的 我常常就听法人 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耶 真的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很愿意跟媒体 或是跟法人 就是去沟通 然后他的协调能力 也是非常的强 就是无论你问他 问他任何问题 他都是尽可能的 在他可以回答的范围之内 回答你 然后他也会跟你很 而且他的思绪跟逻辑 也非常的清楚 对 所以他会 非常就是很明确的 跟你讲说 譬如说他的想法 或者是 接下来就是 譬如说 他的脉络也都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可能会不会也是 就是他这样子的个性 跟他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 一个女性领导人的特质 在管理跨国企业的时候 可能他的协调能力 也是就是可以展现出来 然后他 就是给我的 的感觉就是 就是 很温暖 温暖 对 然后很愿意 跟你沟通跟分享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不会让人觉得说 领导人就是一个 就是距离 很有距离的感觉 对 那我自己是有一个 蛮深刻的 就是采访经验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 就讲到说 我第一次跟他们去采访 就是美国的累经厂的时候 对 那时候他就已经 有跟我们一起去 在中美经历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累经厂在德州嘛 那我记得因为那时候 就是时差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有日夜颠倒嘛 就是到了美国之后 那我们可能到当地 已经很晚了 然后 可是因为 呃台湾这边还是白天啊 然后可能还是有 就是媒体还是有些 发稿的需求 然后即时新闻的要处理 这样子 大家都有一些 发稿的压力 可是其实其实 呃当天 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一整天的行程 然后也很晚 可能大家都已经回 饭店房间 要准备休息了 可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 对于呃采访上面 还是有一些 嗯 就是可能搞不懂的地方 对 或是对 有一些需求 然后徐秀兰 他还是为了我们大家 然后就 Doris 对 Doris人就是很好 哈哈哈哈 然后就约在我们 一个同一夜的房间里面 然后就可能 大家就 开始大喝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好 大家这时候 真的很紧张 就是 就是 这个杆子要写高 然后他就约在 大家就约在一个同一夜的房间里面 然后可能那个 可能就有的人就坐在床上 因为那个房间的椅子也没这么多 那有的人可能就坐在床上 有人坐地下 然后有的人 很casual 对 就坐在椅子上 这需求完坐在哪里 好像坐在床的一角吧 我忘了 然后就围绕 Doris坐在地上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们绝对是不敢 对 然后我们就围绕着他做采访 这样子 啊好温馨哦 对 然后就是一个 其实很不正式的场合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他也是 就是很 还要陪你们 对 就是他也很有弹性啊 然后就觉得说 啊我们就是 好像就是还 有一些工作上的需求 然后他感觉 他也很能 就是因地质疑的 然后 然后就是 配合我们 就是来做一个 就是让我们把 顺利的把工作完成 就是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 很nice的leader这样子 所以他真的是 林富平女神 你能说 对 其实我真的很少听到 有人就是 跟他接触之后 好像就是觉得 呃就是 就是 有什么不好的观感 我好像很少 在业界里面听到 因为他就是 很温暖的 对待每一个人 好了 这是徐秀兰的专题吗 我们 好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 那到底有些听众朋友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细经元啊 因为其实Doris有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解答对不对 对 因为就是那个 之前有一个听众 有留言问我们 跟我们讲说 好像那个 可以多介绍一些科普 小科普 不免来一小段给大家 对 就是要深入浅出的 对 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半导体的最上游 很上游 看不到 对 所以大家可能对他的想象力没那么深 真的 然后我们就是 尽量满足一下我们 大家 听众说什么 我真的在三年前跑那个晶片设计的时候 那些柱子就会被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对 然后一小片一小片它就变成晶圆 对 晶圆 对 然后大家 还有一些后制的过程 就我们常常说的 切磨抛 切片 磨片 抛光 对 所以就是这整个从 从掌筋开始到后段的一些制成 都是那个 细菌园他们的一整段的制成这样子 而且掌筋可以长非常高 对 我也是刚才知道原来掌筋可以长到 两层楼还是多少 就是它 它一定是个一两层楼高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它是 它的屋顶要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它可以长很高 对 因为掌筋颅很高 所以细菌园到底它 Doris给我们什么比喻 对 所以因为我们就是常常在讲说 细菌园细菌园 那到底是是怎么样的 什么东西是细菌园 对 所以我记得那个常常 Doris就给我们一些很 很妙的比喻 它可能要有时候面对很多投资大众 它觉得它也是 用一些深入浅出的方式 它准备好了 对 它就用一种 非常 大家都非常平易近人的 它常常的把细菌园比喻成面粉 面粉 对 然后它就说 它就说 我们Wafer 就好像是面粉一样 它说面粉呢 它是可以做成不同的产品 譬如说 面条啊 馒头啊 包子啊 水饺啊 面包 它说这种各类各样的产品呢 都是需要面粉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 可能法人啊 或者是同业啊 就会常常问它说 诶 那那个Doris 现在你们那个下游啊 哪一个部分的 那个需求最强 然后这时候 它就会默默的 有点考到它 因为它是面粉供应商啊 哦 你说哪个卖的比较好 是面条还是水饺 对 它不知道 因为它不是 卖面条跟馒头的人啊 好饿 你讲 对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就说它是身为一个 它站在面粉供应商的角色 它不知道买面粉的人 会把它的面粉买来之后 去做什么东西 哦 它真的知道说 现在下游什么东西卖的最好 可是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都是需要 需要细菌源 需要在这个面粉 这个角色 嗯 所以没有它 就没有台积电的概念吗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敢讲 哈哈哈哈 就没有它的原料 就没有台积电可以做 这件事情啊 它是站在上游的 这个观念 对 那大家再回到 这个并购案哦 全球经营来并购 这个德国的市创 它其实原本就是 全球第三大 然后变了第四大 然后现在就是要 作而忘义的角色嘛 所以两个 加起来市占率 大概是25到30% 这样子的 左右的感觉 那并购之后 环球经营 其实在全球 有11个国家 或有19个工厂 这种地缘政治啊 或是疫情之间的 那种风险 其实对他们在 生产据点的 供应链的分散上面 其实可以更加的分散嘛 那除了这种产能增加 然后供应链分散之外 这还有什么 好处吗 还是说他们有什么 之后营运发展 未来的重心 会发展的地方 对 所以就是因为其实 目前细菌 它并不是一个 缺货的一个产业嘛 它是 还是有一点点 小小子 是供过于 修的产业 所以追求产能的水平增加 绝对不是他们要的 所以在两边呢 他们合并之后 一定还要发挥 更多的互补性 它才可以让一个 第三病第四 这样的效益 要发挥到更大 所以他们除了说 产能的增加之外呢 其他譬如说财务上 还有营运管理上面 可以更加的强化 那另外业务跟市场的部分 当然也是环球金主要 想要琢磨的地方 因为毕竟是 我们是亚洲的公司 去并欧洲的公司 那可能过未来 它在欧洲的这个份额 有机会就可以再扩大 这样子 那从环球金过去的 并购的脉络来看呢 它也因为并购了 不同地区的金元厂 然后就得到了特定的客户 那所以这次并购 Seltronic 那Seltronic的总部 在德国的慕尼黑 那它拥有的客户群 也都是非常的大咖 那包括Intel啊 三星啊 Hynex 都是它的客户 所以就是在未来合并 它成为一个集团之后呢 它可以对环球金而言 它就可以更快地加强 跟欧洲啊 北美啊的客户关系 那未来也可以有效地 运用在不同国家的生产 譬如说 以Seltronic 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 我觉得好像 有些市场 他们都会特别指明 就是譬如说 它指明它要怎么样的 它指明这个 譬如说我就是认Seltronic 这个供应商 就是有一种 是种品牌的信赖度 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然后它就可以用 他们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 然后双方 就是完成整合之后 大家的产品也有互补信嘛 那它就会有 更完整的产品组合 那它就可以在全球 做一个更好的销售搭配 可是这次 除了讲这些正面的声音之外 其实市场上 也对于这个并案 有一些负面的声音 就觉得 真的花130亿的价格 去并购 到底有没有那么划算 因为真的是溢价幅度超过48%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一个并购案 一定就是会有正面的声音 一定会有Challenge的声音 那这一次的Challenge的声音 最主要的就是价格 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因素 因为我记得 在确定在签那个并购 合议书的当天的法人说明会的时候 那第一个提出问题的外资 他就是马上就点出说 这次的收购价格 好像不如过去这么的划算 因为我觉得刚好环球晶 它是有 就是除了它的并购的经验很丰富之外 它过去有一些历史 真的也让人家感觉它很lucky 因为它有时候 它真的真的是 在出手待在一个很好的timing 那有的时候呢 是危机入室 就真的是成产业谷底啊 或者是它金融海啸那年 它也有做一个并购 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是 产业很艰困的时候 那我记得它之前 并日本的这个 Kovallant这家公司的时候 好像最后谈定的价格 还可以打折再打折 哦 对 划算 对 真的很划算 它那时候就 就一刚开始说的价钱 跟最后成交的价钱 是打了两次折的 对 但这次并石油川尼克 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划算 所以有的法人 他也会觉得说 诶 感觉是不是买贵了 因为它是以它 过去 以石油川尼克 过去 三个月的加权平均股本来算的话 溢价幅度好像有48% 对 但是如果以它的 他们签合约的前一天来算的话 石油川尼克 这个溢价幅度差不多十几% 哦 那环球金它也一直认为说 那当然啦 就市场上有这样的声音嘛 那环球金当然会也提出事宜 那环球金它 他们也有解释说 没错 过去的几个案例 好像刚好都是一个危机入市 可是这次的溢价幅度会稍微高一点呢 它主要提出两个解释 第一个是 它过去的并购的这些公司 大部分都是没有赚钱的公司 那本来就是你亏损的公司 你去拿它 你相对它的 就便宜 对它的价格 它的评价的标准就没有这么高嘛 那所以它 那石油川尼克一直都是有赚钱的公司 而且它的获利率在 同业来讲都是 就是跟同业差不多的水准 就获利率它也没有 不是特别低的 所以 所以那当然就是要有一个不同的评价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今年虽然整体半导体产业 虽然有疫情的关系 可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事况 并没有不好哦 对 这个市场是往上成长的 所以他们也不能说 这整个大环境 半导体产业大环境 并不是说有真的很不好 所以他们才会维持一个 这样子的出价 那他们自己也是觉得说 他们提出的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那对于石油川银的股东来说 也算是有吸引力的 可是他到底有钱可以买吗 毕竟溢价这么多 在资金这一块 对 那当然也是有很多法人有提到说 这个并购案会不会顺利完成 也是一个风险 对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 就是需要资金很多的并购案 那过去 依照环球星他们过去的经验呢 他们都是先来做一个连带 然后把这个并购案先完成之后呢 之后他们再来看说 公司 因为毕竟你连带完之后 公司的负债比例就高了嘛 那接下来他就会来看说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来调整一下说 负债比例要降一点 或是怎么样来调整财务结构 他们可能接下来再评估说 要不要来做一个GDR 或是来做一个现增 然后让这个 他们的财务比例会比较平衡一点 但是在他们并购初期呢 他们几乎就已经跟银行团有一个 协议让银行团会支持他们 来先做这个连带 把这个并购案先完成 哦 了解 可是这种 会不会有这种公平会上面的 差的那种 因为毕竟是坐二望一嘛 就是这种市占第三并第四 这种很大的交易案 对 这公平会的问题 当然也是大家会想说 那到底会不会顺利的完成 这件事情 那他们之前在 因为他们也不想 环球金也不想做白工 所以他们在开始评估 这个并购案的时候 他们就有请很多 专业的顾问公司来评估说 公平会这个部分会不会过 那无论是他们自己评估 或是顾问公司 给他们的feedback 都觉得说是没有问题的 OK 对 所以接下来他们可能会 但的确他们 我记得他们要在 蛮多个国家 比如说中国 然后奥地利 德国 德国 他们美国 在蛮多国家 要通过这个公平会的审议 可是这种作而忘义之后 他会不会对价格的主导权会更强 因为等于说他就市占率变得更大吗 对 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都很想知道说 诶 那 譬如说 环球金收购了这么多家公司之后 那市场上的 细晶元的竞争统业会越来越少吗 那透过不断的整合之后 就等于说 竞争的人越来越少 会不会未来呢 环球金他会拿到价格的主导权呢 那这部分 我刚刚前面有稍微先透露了一点点 其实呢 过去新晶元产业长期而言 是偏向于供过于求的 那以目前 即便以目前12寸来讲的话 还是有些微的供过于求的现象 只能说他产业的供需 有越来越趋于健康 也就是说供需的缺口 有稍微的缩小一点 但是还不能说是 整个说好像现在是 需求大于供给的这个卖房市场 由卖房来喊话 这个是还不至于 那如果说真的要让整个终端需求 景气要明显的回温的话呢 是有可能发生的 譬如说明年后年 譬如说5G啊 AI啊 汽车电子 电动车之类的产品 需要用更多更多的IC半导体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需求都一起带起的时候呢 产业就会更加的健康 那如果说以环球金 它本身是站在一个非常规模 已经很大的厂商 它需要 以长期的营运稳定的立场来看的时候呢 它需要有一些大客户 跟他有一定比重的长约的协议 让他有一定的产能的利用率这样子 那大家双方也有保障 所以他比较希望的是 它有比较多的一个长约的覆盖 然后让他跟大客户之间 都在一个合约的精神之下 然后有一定的稳定的成长 那他对大客户而言 也有稳定的供货保障 这样子发展会比较健康一点 其实环球金在过去12年 这个历史的梳理啊 总共有4次这种大型的收购案嘛 就是从刚刚讲的美国的累金厂 然后日本丹麦 美国 然后到这一次的德国 真的是环球 真的是环球金 真的 所以全球的系精神 大家可以分 现在可以分成日系跟台系 这两大块的供应商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目前是坐二望一嘛 那他目前主要竞争对手 就是日本的Sumco还有信悦 那所以目前市场上 大概就是这个日系跟台系两大派别 当然还有其他 还有一些不同国家的销厂 我只是说前三四大 可能就是这两大系 两大派 对 那这两大系统当然也有个别的优缺点 那环球金呢 他就是因为他散布在各个国家 他都有生产 那他会有更好的出货啊 或是物流 或是在地服务的效率 那这个是他的优点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说地缘增值这个部分 他们家就不会被受限 他们在各个国家都可以很便宜 就分散 对弹性的调配他要在哪里出货 但是相对而言呢 你毕竟你一个公司要这么远端遥控这么多家公司 他一定会有多的成本跟花费 而且各个国家还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法规 譬如说欧美国家 他们可能对于员工的薪资 福利保障 或是退休金要提列多少 这个部分会比较要求 那可能各个国家会有各个国家不同的 一些成本的花费 那像单纯 像日系这个厂商呢 他们可能就是走自主研发 那他们就是自己来慢慢的扩大规模 扩充产能 那这样子的营运相对比较单纯 复杂性没有这么高 那就等于说是各有各的利弊得失 各有各的优缺点 嗯哼 可是有人好奇说 其实矽晶元他到底这个产业 他如果自己要扩充产能 到底容不容易 不然为什么他要一直透过这种并购啊 的方式去增加他的产能 或是生产基地这些布局 所以并购看起来是不是唯一 就是矽晶元之后可以观察的一条路呢 我觉得并购这个部分 当然是因为环球星他们有很好的 他们的一路上相传的并购的血统 让他们在并购这条路上 很有相关的know how 所以他们走的是相对顺 可是另外一个派别而言的话 有的厂商他们反而会宁愿说 他就是自有技术 然后来自己来扩厂 就等于说他完全 他可以在从厂房啊 设备啊 他都可以under control 这样他会比较安心一点 对 像譬如说 合金啊 台胜科啊 他们就是都是用 可能就自家的技术 然后慢慢新建厂房 然后一个一个copy这样子 让他们自己 就是他们自己就完全的 可以掌握住 他们也会比较有信心一点 可是如果说哪一个方式 比较划算的话呢 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你并购的时机点 那以2011年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台胜科 他是用90亿的资本支出 来将他的12寸金圆厂的月产 产能由18片 18万片扩大到扩充到30万片 但是同年呢 中美金他就是用130亿元 买下日本的细金圆厂 那这个细金圆厂 他本身就带来了四座厂房 然后12寸8寸累金的产能都很多 所以有时候 如果说以划算度而言的话 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你并购出手的时间点 所以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开始也是从这个 整个从徐秀兰的历史 从整个中美金的历史 没错 然后还有Doris的故事 然后最后我们谈到了这个并购案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细金圆这几年的一个产业的变化 然后还有其实台湾这几个厂商 其实他们在营运的策略上 可能也不太一样 像有一些可能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环球精英中美精英这个集团 可能他们的优势是在总整合 他们可以透过并购让自己壮大 也有另外刚刚弯弯提到的这个 合金台胜可 他们就是用自家技术来做一个扩厂的动作 其实都对于这个细菌的产业 都未来的发展 都还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地方 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回应一下 听众的问题了 听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没错 这礼拜有一个我们的新的留言 是五六得第一这个网友 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五六得第一 跟五六不能网有关系吗 是吧 对 应该就是那个五六吧 是那个五六吧 还是零零五六 好 他跟我们说 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产业知识 觉得非常好吸收 也给我们五星的推荐哦 所以大家 真的是要常常给我们一些正面的回应 就是我们未来成长的能量 真的拜托大家 真的 大家真的拜托你们 赶快跟你们的朋友分享 没错 我们现在真的是 每遇到一个采访的场合 都一定要跟受访者说 有没有听 有没有听我们的Podcast 有没有订阅加分享 对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呼吁一下 真的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论 并且积极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或是不熟的陌生人也可以 欢迎订阅跟分享哦 另外也欢迎加入我们的Telegram频道 就可以即时收到最新一集的节目上线通知 还有更深入的台股产业报导哦 今天谢谢万万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